大家好,我是云鹤 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 如何正确选择风水玄关的图案 就说风水玄关的图案 如果选择不好 它对运势也是有一定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要正确选择 俗话说,玄关图案需选好 聚财忘运少不了 那么加剧风水的玄关图案 选择也很重要 在风水上讲究声望为急 重刻为凶 所以在图案的选定上要注意 才能趋吉避凶 离望财望运运 那么一是玄关俱北 则不能用玛的图案 我们看这是一个玄关 这是一个玛的图案 因为这个北方 如果是玄关在北方的话 因为玛它是属于离火 五行为火 北方又出水 这样会形成水火不相笼 也说水火不笼 水火不相舍 给家人招致灾难 二是玄关居东北 不能用羊的图案 那么玄关在东北的话 风水学生讲呢 土牛会找来无往之待 所以放着一个羊的话 那么也会造成灾云不闻 三是玄关 据西南 则不易用虎的图案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西南方 这个如果用这个虎的话 那么风水大成长说啊 虎猴交兵刃雪光剑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放着虎 融音的出现了一些伤破灾 四是玄关舍在西方 不易用兔的这个图案 这个风水大成长说呢 城池虫会洞房 夜夜换新郎 那么玄关在这个位置 用了兔 那么就容易出现家庭不闻 魂外桃花等等 无是玄关在西北 不能用龙的团 那么风水上讲呢 龙狗骄 任如骄龙也拐脚 所以呢 如果用龙的团 就会造成一些呢 这个身体啊 伤残这样的灾害 所以呢 对这个宅运啊 对家人的运势也是不好 那总之吧 这个玄关风水 它呢是喜回旋 极致重 这样呢 它能起到真正的玄关化煞 锯气 影响祭府的调口作用 另外呢 这个玄关呀 这个如果放屋 太狭小的时候 也不应设立这个玄关 这样呢 显得空间更加狭小 给人呢 压迫感 所以啊 在选择的过程中啊 我们还要呢 避开这些呢 不利的因素啊 然后呢 尽量的 向他声望 和己的 这个方向发展 这样呢 才能够旺财旺运 好 对于玄关的图案的选择 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 有风水方面困惑的朋友 欢迎私心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对于玄关的图案的图案